电视音频上出现了一大批古装大剧 比如说金钟月飞 星落神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么多的戏码当中 各位观众一定要关注的就是 8月份即将会大家见面的 金国大将军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身边的袁洪先生 是这部戏的主演 谢谢大家关注 那在金国大将军里边呢 我既没演金国也没有大将军 我演的是一个书生 被誉为史上最傻 没有更傻 傻到极致 傻到飘逸的赵大傻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 跟这个新闻有关的点是 我们的女主角受伤了 怎么受伤的不是我弄的 被马踢伤的具体情况 请大家跟我们的画面一起看一下 在金国大英雄的片场 演员江若霖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 被马踢倒后几尽昏厥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让女演员被马伤到了呢 与江若霖同拍一场戏的袁洪 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们俩一场戏是骑马 两个人骑一匹马 从远方跑过来 然后停住 然后下马 本来之前好像说 就拍到下马就不要了 结果后来就 导演可能看当时状态好 就想让我们记性的再多演一点 我因为我长期拍马戏 我对马很熟悉 我知道要站在马头这边 阿林他没这个概念 他不知道他演戏演着 就是自己晃着晃着晃着 就晃到马屁股那去了 那非常危险 再让他穿那个将军那个袍子 那袍子那脚 可能把马撩了一下 那马就很紧张 一脚砰就踢到他身上 然后当时人家躺下了 万幸的是 江若霖没被伤到骨头 可也就是这一次事故 让江若霖从此之后 对马产生了恐惧 而别看袁洪 现在这么有经验 其实经常拍摄古装戏的他 也曾有过类似惊险的经历 自己之前有没有被马伤过 我就是摔下来过 我那部戏是 把我所有骑马能做到的技巧技术 全部都做了 就骑到一半 松开缰绳 拉弓射箭 我已经出话了 就已经 其实你已经出话 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但我想后面跟着一大队人马 马队 我不要堵在路上 往前走一点吧 就往前又遛到两步 我一磕 他又开始跑 地上可能有点凹凸不平 一脚踩下去 直接前踢就跪下去了 我人啪就出去了 好在袁洪反应快 迅速从马背上窜下来 没有大碍 而这次惊险过后 袁洪也逐渐学会了一套 跟马交流的办法 就像车一样 你上车之前 你要先试车 你要知道他的油门零不零 刹车零不零 有的马就是油门特别零 但是没刹车 你怎么拉拉不住 那就很容易出事 你上马之前 要先了解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